6點20分了 我們要來關心天氣 關心天氣的同時要來看到了 也是空氣品質的部分 事實上昨天 全台各地的天氣都滿晴朗的 但也就是因為晴朗 再加上擴散條件差 所以昨天可以說是秋天以來 空氣污染最糟糕的一天 昨天真的整個西半部地區 幾乎通通都是一個 紅暴的一個情況 我也咳了一整天 這張照片 是有人PO在網路上面來分享的 它從台北比較高的地方排下來 你會發現同一個台北 本來都是很晴朗的情況 但是有一片等於說是晴空萬裂 就是大部分人昨天下午 看到台北的狀況 像這裡是101 這裡是松仙機場 其實很清楚 但是另外一邊 隨著這個霧霾進來之後 整個台北的相互 就是一片霧濛濛的情況 一個台北 其實有沒有霧霾 就看得很清楚了 昨天後來下半天 幾乎很多地方 都是出現了這個霧霾的情況 可能很多人覺得說 是起霧 是水氣嗎 不是這裡頭其實是髒空氣 所以空氣品質 測出來的這個懸浮微粒 這個霧霾當中不是只有水氣 還有很多的懸浮微粒 就是污染物 所以可能很多人 從昨天下半天開始 空氣品質就非常的不舒服 這樣非常特別的照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再來我們要來看 現在空氣品質的預測了 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監測的情況是 大概從中部以南 現在都是紅通通的一片 今天早上在中南部地區 有15個側站 紅色警戒了 中部8個側站 是局部涼的一個情況 今天整體來講 雲家南高頻 一整天都會是在 紅色警戒的範圍當中 還有中部的竹山 另外現在比較糟糕的地方 包括了埔里跟南投 這兩個側站 在中部看起來 狀況也不太好 甚至連北部地區 其實也不是綠色 是黃色 黃色就是也是有一些污染的 一個情況 普普通通的一個情況出現 所以還是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雖然在變天 但是就空氣品質的部分 還沒有變好 口罩提醒您 一定要記得戴 這個空氣污染的問題 一定要提醒大家關心 好 再來我們要看看 現在外面的氣溫了 雖然說今天東北氣風 會開始增強 已經開始變天了 已經開始下雨了 但是溫度的顯示 目前溫度還沒有反應得很快 西半部地區都還是有21 22度 宜蘭目前是因為這個機器 在校正當中 暫時沒有辦法顯示溫度 所以溫度的部分 今天早上還沒有很明顯的感受 說在轉涼或者是變冷的 但是提醒大家 今天這白天氣溫上升的速度 不像昨天 昨天太陽一出來 很多地方溫度就升上來了 今天目前看起來 北部地區已經在下雨了 所以大概白天的溫度 就增加一點點而已 您一定要記得加件外套了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雷達回波圖下雨的情況 目前氣象局也已經 在凌晨的時候發了大雨特報了 你可以看到回波比較明顯的 就是其中在陰封面的北部東部地區 像現在來講 基隆北海岸的雨勢就比較明顯 整個大台北地區 現在也都在飄雨當中 雨還不是說真的非常的大 但是今天一整年開始 所以東北氣風一直把水氣帶進來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塊 很明顯的回波要靠進來了 所以其實宜蘭降雨的情況也會很明顯 另外基隆北海岸 還有大台北 兩個台北 新北的山區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況出現 會有一些大雨的累積雨量了 提醒您要注意 再來我們來看看溫星雲圖囉 目前微信霜看到的是 北邊這一片就是水氣了 在下今天東北氣風增強了 所以水氣加上風進來了 要注意了沿海的風開始變大了 可能會有8到10級的槍震風 有風有雨冷空氣也開始準備下來了 所以今天的天氣開始變化 接下來的這一個星期當中 會有兩波 兩波比較明顯的冷空氣 會讓北部地區會覺得真的冷的 第一個就是落在明天晚上 到星期六的早上這一段時間 再來就是下個星期 我們透過接下來這張氣溫趨勢圖 帶大家一起來關心 首先今天北部的高溫23度 跟昨天比起來 這已經是奏降了7度 因為昨天以台北來講是有30度的高溫 明天星期五 大概台北就只剩下18-19度 一整天的溫度其實變化不會太大 而且是下雨的情況 星期五的夜裡到星期六的清晨這一段時間 會是首先第一波冷空氣 感覺最明顯的時候 而且是濕冷的一個情況 提醒中部以北的觀眾朋友 還有這個東北部的觀眾朋友 要注意一下 首先是在星期五的夜裡 到星期六的清晨這一段時間 另外還有一波比較冷的時間點 是落在下個星期二的夜裡 到下個星期三的清晨 那這一波冷空氣看起來更強了 中部以北地區不是只剩北部了 是連中部地區都有機會 下灘到15度了 所以要提醒下個星期 還會有一波更冷的冷空氣下來 所以目前看起來未來的七天天氣狀況 都是在東北季風 跟冷空氣一波一波的影響底下 整體來講北部地區的天氣 都是屬於陰雨濕冷的情形 中南部或許下雨的狀況沒那麼明顯 但是早晚的溫度也下降了 提醒您一定要注意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 今天各地詳細的溫度跟降雨機率 預測了 北部地區今天高溫明顯的下降了 只剩下22 23度 降雨機率也明顯的提高了 雨區外套 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帶 再來中部地區 氣溫的部分稍微下降了一些些 但是天氣還算穩定 大概都是多雲的情況 山區可能有一點點飄雨的情形 南部還是好天氣 倒還是有340 屏東還是有30度的高溫 日野溫差變得更大了 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留意了 好 再來是東半部的宜蘭 降雨機率特高的90% 花蓮30% 台東相對來講 天氣狀況是比較穩定一些的 外島3個地方溫度也都下降了 而且馬祖下雨的情況也會比較明顯 提醒大家注意保暖了喔 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空氣品質還是很差 同時氣溫開始 流滑堤特別是北部地區 所以口罩 外套 保重身體 小心不要造成過敏 造成感冒 真的很不舒服的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氣資訊